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11月24日 西雅图海湾者是攻城拔债 周三上午 美直连季后赛第一圈继续友好戏上演 西雅图海湾者将坐镇主场迎战黄家延湖城 西雅图海湾者以西岸二号种子的身份杀入季后赛 球队第一圈自然拥有主场之力 此番面对经济做客战斗力偏弱的黄家延湖城 西雅图海湾者值得看高一线 西雅图海湾者经济常规赛表现相当出色 虽然在纪委一度失分 但这只不过是在挑选顺位以便在能对阵一个较为容易应付的对手 西雅图海湾者经济的目标 自然是赢得对史上第三个美直连总冠军 虽然错过西岸第一令到西雅图海湾者无缘直接晋级半准决赛 需要从第一圈开始踢 但军场只是掉0.97球 乃是并列全联盟最好的防守 进攻线上鲁迪亚斯金济射入17个联赛入球 仅仅插2球就能成为常规赛神射手 而死子在纪委获得了不少休息时间 避免伤病的出现 一看得出西雅图海湾者对于冲击总冠军相当重视 阵容方面 中场带领和前锋维尔布鲁恩都因伤无缘披甲 跌跌撞撞之下 皇家延湖城终于获得了季后赛资格 不过球队也很大机会一轮游 皆因以这么靠后的排名进入季后赛 一般都会对阵强队 而皇家延湖城今次就真的遇到一个相当恶肯的对手 球队近12次走访西雅图海湾者竟然输足11场 可见他们对于做客挑战西雅图海湾者存在较大的心理阴影 况且皇家延湖城经济48个积分里面只得17分在做客时获得 球队做客战斗力基本削弱了一半 更何况后卫东尼达特高玉和法尼斯和夫都应伤眷勤 让原本弱不禁风的后防线再受打击 皇家延湖城此行凶多吉少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你 bene